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先來看一下邱大哥怎麼表演點火 不是 怎麼料理烏魚子 在盤子裡面 倒上高粱酒 然後點火 利用酒香的火氣 去烤烏魚子 這個烏魚子我吃過 它結合了香 脆 軟 三種口感在裡面 4月的時候我來到了邱大哥 位在布袋的養殖中心這裡 帶朋友來參觀 然後我們就順道 威脅了邱大哥 我們要吃最新的烏魚子 剛好有幫大家吃到 所以在這裡我跟大家推薦邱大哥的烏魚子 在這裡合作社這次把它分成 100克跟120克 這樣你可以選擇 我覺得蠻不錯的 烤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它吃起來沒有那麼鹹 因為我們用了中南鹽廠的 莊鹽去鹽漬 同時有特別去減少鹹度 鹽的配方量 所以吃起來跟外面的烏魚子的口感 完全不一樣 而且烤完之後 你在吃的時候 你吃得到裡面粒粒分明的烏魚子 它是整個很鬆軟的 但是外面又很香的 看到那個畫面中小黑一直在那邊看我 邱大哥的烏魚子有限量 每個社員編號兩種規格 各一個利用 所以如果想要嘗試的社員朋友們 動作要快 好了我是曼妮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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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